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海轻轨绿三线即将在年底完工通车 未来营运任务将交给新北市政府独资成立的 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今天上午捷运公司就公布 未来淡海轻轨的票价 基本票价是从20元起跳 新北市三环三线当中的淡海轻轨捷运绿三线 即将要在今年底完工通车 而未来营运的任务将交由新北市政府独资成立的 新北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而今天上午捷运公司则是公布 未来淡海轻轨的票价 将比照台北捷运系统现行的票价结构来收费 而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在考量民众转成的便利性 还有票价的一致性 淡海轻轨基本票价从20元起跳 绿三线全线7.3公里 单程票价最高25元 那当然在票价处理的过程里头 我们现在基于所谓的 淡水跟台北捷运是整体性来看 所以它的票价系统 那么是采用所谓的 基本里程式5公里以内 5公里以内20块 那每3公里5块钱的方式来做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票价 那我们现在如果以现在11站来看的话 最多是收到25块 捷运公司表示 民众持电子票证普通卡 乘车享有八折优惠 转成公车与捷运街享有双向转成的优惠 而另外今年双北市政府 共同推出的1280元 公共运输定期票证测 淡海轻轨也可以试用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 现在在推双北在推的 所谓1280 那么30天内只要开卡的话 可以用30天的这种方式 在淡海轻轨也一样可以来处理 淡海轻轨有多重的优惠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电子票证大体上都有八折的优惠 同样我们也一样有八折的优惠 第二个就是搭乘这个淡水轻轨 如果转捷运转公车 同样也一样有所谓的八块钱的优惠 八块钱的优惠 你搭公车转到我们的轻轨 也一样有八块钱的优惠 所以搭捷运转到我们这边来 也一样有八块钱的优惠 捷运公司董事长表示 搭乘淡海轻轨享有三重优惠 包含了民众持电子票证普通卡 搭乘淡海轻轨捷运 享有八折优惠 折扣后的基本票价为16元 而使用电子票证普通卡 搭乘淡海轻轨轨公车 享有单程票价半价八元的转成优惠 以及使用电子票证 乘车淡海轻轨轨台北捷运 同样享有八元的乘车优惠 而另外淡海轻轨已经于11月11号 完成市府的初刊作业 交通部预计在12月半里第二次会刊 最快在年底前就可以通车市营运 而市营运初期将会开放民众 免费去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